香港修理风波持续近五个月,社会上暴力事件频发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, 香港德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施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, 法治不但要有好的法官、好的检察官、维护正义的律师, 最重要的是需要人民守法。 梁爱施观察到,近月的和平游行最后往往演变成暴力行动, 部分激进示威者更日渐升级暴力,甚至到疯狂的地步。 每次本来应该是和平的示威,结果都变成暴乱,破坏,放火, 伤害警察跟老百姓,所以他们已经是达到疯狂的地步。 法治不单是要有好的法官,要有好的检察官, 有那个维护正义的律师,还最重要是要平民守法。 现在这个疯狂的情况是根本是完全不顾法律,不守法, 暴徒说是违法达议,但是法院履次说没有这个事情的, 这个违法就是违法。 梁碍氏指出,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, 示威者此前多次上街游行都未受到干预, 法律赋予市民游行、集会、示威的权利被充分行使, 只有和平集会演变成暴力行动, 执法机关才会进行干预, 如禁止蒙灭规律的实施, 是为了让违法的人无法轻易逃避法律的制裁。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, 港人一直引以为傲,自决守法。 为何修理风波中违法甚至挑战法律的行为屡屡出现, 梁碍氏认为,包括示威者、示威大众、 甚至部分专业的法律人士, 对法治或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解不足甚至误解。 示威者提出的所谓五大诉求, 部分根本与法治相抵触。 五个诉求里面是有一些是根本是违反法治的原则的, 比方要求政府把这个定性不是暴动, 是运动这个, 这个不是由刑警机关去定的, 这个要由所有检控的权势家律政事, 他们认为是暴动的时候, 是违法的时候, 按照法律去检控, 所以他们要求由政府去定这个定性, 这个是不对的。 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不要检控这个犯法的人, 那这个也是违反基本法, 所以这个也不能答应的。 梁碍氏表示, 部分专业的法律人士对基本法的理解, 未随香港回归祖国而于是俱进。 一直以来,香港法治素养良好, 回归后普通法制度不变, 但同时基本法为香港法治引入了新的内涵。 在一国两制制度下, 在涉及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的关系, 中央在行使对香港的权利以及法律解释等多个方面, 基本法均做出限制上的规定。 如果您只是保留原来的法律制度不变, 没有接受新的限制上的规定的话, 那就没有完整把一国两制下的法律制度把它乐实。 两岸石坦言, 虽然此次风波对法治的冲击很大, 但关键在于现实的香港法治能否应对这些挑战, 对此它仍保有信心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中央政府与中共新闻网客户端。 既然共通入迅速局委員会和谈警。